范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几个 12月12日下午 在圣伯德鲁大殿主持弥撒 纪念全美洲和菲律宾的主宝 瓜达卢佩圣母 许多书籍 主教 会士 圣座部会成员 以及众多一聚罗马的 拉丁美洲和菲律宾信友 参加了弥撒 拿瓦特尔语 克丘亚语 和瓜拉尼语等 不同印第安方言演唱的歌曲 以及圣伯德鲁大殿内 所有把瓜达卢佩圣母 奉为本国珠宝的各国国旗 为当天的弥撒 渲染了喜悦的气氛 这是教宗方几个 第三次在圣伯德鲁大殿 举行瓜达卢佩圣母 粘礼庆祝活动 许多书籍 主教 会士 圣座部会成员 以及众多移居罗马的 拉丁美洲和菲律宾信友 参加了弥撒 教宗表示 在一个夸耀自己科技进步 却忽视弱势群体的社会 玛利亚的信德是一束光明 只因我们坚定信仰 乐于助人 陪伴那些受排斥 和被遗弃的弟兄姊妹 广队